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入本期的财富大餐 好 进入本期的财富大餐 本期我们的标题是 风格切换是否只是昙花一现 我们觉得在近期的市场里面 明显地感受到一些低估值的品种 或者我们说一些传统性的行业 走势更强一些 从整个一周的情况来看 我们看到一些特高压的 一些环保的 甚至到周中的时候 部分的金融地产 也都有比较好的表现 这样的一种格局 让很多人有一些不适应 不是说好今年是科技年吗 怎么突然这些老机界又来了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大家的投资上是不是要跟随 第二呢 那些品种是不是补涨 补涨以后也就意味着 整个行情可能要阶段性的 搞一个尾段 所以今天我们觉得 这期节目要仔细的来聊一聊 对大家的操作应该还是有帮助的 首先我们来两位的整个的观点 老袁先来吧 好的风格 所谓风格切换 可能传统大家认为 这个二八二八 但我觉得整体的二八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如果说二的股票 比如说五零互生三零零这些股票 是要靠盈利驱动 那盈利驱动的话 那要整个市场宏观经济 要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背景 对而且为什么之前比较弱 大家是觉得因为疫情对他们的影响 比较明显 对对对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今年2020年 要有一个宏观经济 比较好的一个背景 从目前来看 比较困难一些 最快估计要到二三七 所以我觉得要整体二八切换 是不太可能的 不是二八切换 但你如果说这个 有部分传统行业有起色 或者说在市场上有表现 昙花一线也好 昙花二线三线也好 这个是有可能的 您是觉得不是像传统意义的 这种大小的切换 对 更多的可能是在老的里面 去找一些东西 对就刚才你提到的建筑行业 包括房地产等等 这个线一线 线二线 线三线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小巫怎么看 因为我们也看到 我给大家看了 二月份的PMI的数据 这个大家都有准备 但是有的人说 虽然有准备 这个一下子下去 还是比准备的 好像来得强烈一些 但是一开始 看到二月份的PMI数据 事实上没有问题 大家因为心里有准备 问题是上周开始 海外的疫情来了 所以大家又想 好像原来觉得 三月份差不多了 好像时间要往后推 所以在这样的格局之下 有很多卖方的报告 我看到说不行了 光有新基建不行 光有新建 今年的这个经济挡不住 老基建也要适当给我跟上 好像在这样的预期之下 包括货币政策的等等 那么货币政策 开始慢慢慢慢地放出来以后 我们看到 大量的回购率 LPR都开始慢慢慢慢有下 而且本周下周很多人都在预测 国内是不是也要有货币政策 可能大家说这个传导 这个我们说四面八方的流动性 美国降了50个点 澳大利亚降息 欧洲都来了 所以全球流动性过来说 这个流动性可能会蔓延开 小吴怎么看 我个人是理解 现在大家对于央行的 这样一个期待 确实这个预期打得过于饱满了 过于饱满了 因为央行现在的一个口风 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紧的 因为有一个说法 就是我们国家要尽可能 长时间地保持一个 正常的货币政策 并且绝不会大水漫灌 这是一贯以来的这样一个提法 但是对于另外一段 就是对于财政这样一个 刺激这一边 可能现在还只是 刚刚开始有预期 其实应该来说是本周 PMI的这样一个数据 应该是成为整个行情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风水岭的一个存在 我也比较同意 整个市场的一个风格 并不是说 从所谓的一个小票 切换到大票 不是这样 应该来说是 从一个纯科技切换到纯内需 纯科技切换到内需 对 纯内需的一些品种 因为我们知道 有很多的一些科技品种 它们的这样一个逻辑 其实很大一部分是 存在于海外的这样一个逻辑 现在这一部分逻辑 可能因为海外的疫情 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困扰 对 这一块我觉得我们上周就提到 甚至前一周我们就提到 整个这波科技上涨 我觉得几个逻辑 一个逻辑是海外一直涨 所以估值帮我们抬上去了 人家经常说 你看海外哪个股票涨那么多 凭什么我们不能涨 这是一个 第二个因为我们科技的整个过程里面 有很多的订单海外一体化 现在这两个逻辑 至少在短期内 似乎都有点要重新证伪的要求 你说下去 是 所以其实我们记得 之前政策上面有一个提法 叫积极扩大内需 然后稳定外需 对 现在海外的这样一个疫情 外需似乎有扰动 稳不住 这时候内需的积极扩大 要更加积极 更加积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从本周开始 倒不是说一定是新老基建 谁要分个一个上下 其实不是 其实更多是存在于 纯内需的品种 在本周开始有了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表现 因为我们预期 从二三四季度开始 整个的一个市场当中 如果GDP要稳在5.7以上 那么整个的一个市场当中 这一块的刺激是少不了 很多人会觉得 新老的这样一个基建 我一定要分一个上下 其实并不是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这样一个优势 现在在整个的这样一个基建 一个大的一个版图当中 其实大部分的增量 确实是来自于新基建 但是这种新基建 又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 就是5G就是IDC的 这样一个基方 不是 这还包括很多 类似于旧改 它也是新基建 其他的一些能源新材料 它也是新基建 其实整个新基建的一个版图 并不是说我们简单的想象 只是和科技相关 它可以和我们的名声相关 所以整个的一个基建 包括新基建的提法 我认为会不断地去扩容 对 我觉得这个新基建里面也有很多 我也看到现在卖方有很多推的 最老的就是我们原来概念中的5G 现在我们看到环保 特高压 什么智能电网 甚至有的把轨胶 也放在新基建里面 所以有时候很多人说 这个东西怎么算新的呢 这个东西不是老的吧 也有高科技含量 现在我们的轨胶也好 包括这个铁路 这个高速铁路也好 这个高科技的含量确实不小 而且是中国的名片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落地到市场了 如果这些东西也是大家 我们也不管大家算不算它新的 反正这些东西从目前来看 市场是有一些资金明显地开始推动的感觉 那么这些品种一 持续性 第二 很多人要问空间 因为有很多人说 本周很多品种已经涨了十几个点了 能不能跟 他们如果像5G这些东西 那现在可以跟 5G这个涨幅是非常大的 所以刚才老袁说了 是谈话一线二线还是三线 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二线和三线现在就能跟了 一线的话现在就差不多 老袁怎么看 先表一个态 我认为有二线三线的一个可能性 不会只有一线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刚才小吴有关流动性的一个表述 我有不同看法 刚才小吴提到的流动性 说央行不会大水漫灌 这个态度我相信大家都清楚 对 但是现在我们的中国的资本市场 应该说也是跟世界是接轨的 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渠道 这个水可以流出也可以流进 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刚才边峰华佑老师说了 美联储降息 而且这次降息 意外提前了 而且力度蛮大的 而且是50个基点 欧洲也有50个基点等等的 那么这种情况一来以后 很显然我们这边是没有跟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 后面会不会跟的一个问题 这个我们不清楚 至少现在没有跟的一个背景之下 利差扩大 利差扩大了以后 如果我们不跟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本币在不断的升值 那这个冲着本币升值也会有不断的外资流入中国市场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未来的一个流动性 由于输入性的这一块我们会增长很多 我们现在不但要防输入性的疫情的病例 但是从资本身下来看 我们的输入性的利好 至少在阶段性上可以看到 所以无论你是跟也好 不跟也好 我认为一个是从输入性的一个角度来考虑 另外一个是从自己的央行的一个角度 管控的一个角度来考虑 我觉得流动性总是会增加的 我觉得老员这个观点 确实我觉得值得大家关注 因为我们也看到一些卖方的机构说 在疫情这样的防控下 我们疫情是在收尾 别的地方现在是好像刚刚看到一个高峰期 所以A股很有可能会成为全球资本的一个 一个诺亚方舟的一个聚集地 至少一段时间有可能 那么在这个格局之下 老员的后面的一个名词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海外资金过来 他们可能会倾向于我们那些相对高峰红的 相对稳健的那些品种 那些品种可能会成为新老基建之中的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推手 我们也看到本周在流动性上 北上资金开始恢复了 其实这一块也蛮重要的 因为前两周北上资金流出以后 大家有点吃不准 第二我们只能说 这个本周大家看到 3月2号有钢铁ETF和煤炭ETF上市 据说这个融资比例不高 大概就三四年 我查过 这两个上市的时候 已经是只有3.5亿的一个规模 规模是非常小的 规模相当小 但是我觉得这个意义蛮大的 因为之前我们看到的5G的芯片 更容易上ETF推了这一波 钢铁和煤炭ETF的出台 当时大家觉得挺奇怪 怎么这个世界还要出这种ETF呢 老原觉得它是不是也意味着高层 在这个相对的均衡的一些指导 我觉得这样考虑未免太宏观一点 其实实际上这个是从发行ETF的 那些基金管理公司的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我觉得更妥当一些 因为目前情况下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目前这个流动性是非常好的 对 那么像这种钢铁的煤炭的 看起来很笨重的一些东西 在行情不好的一个情况下 恐怕发ETF可能更困难一些 对 那么在目前情况下呢 毕竟需求在激发 对 所以这个时机发 尽管我们看到只有3点几个亿 甚至有一个原来是4.3个亿 上了以后马上被赎回了 只有3.5个亿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它实际上是为了丰富它的一个产品线 对 有利于发行 而且最近这几天 我看到有一个 一方达中正的高科技的 这个ETF发行的时候 开始主动收缩规模 有一个帽子 对 是唯一的一个帽子 有一个上限 我觉得这个呢 其实对个人投资者 我们上周说过了 窄机也好 宽机也好 其实大家还是要有一个 就是你做这种窄机 行业性的 还是要有个选时 当然这些ETF先有 以后你选择的时候 我想最大的好处是 行业的时候 你不用选股票 你就选股票 这个是确实经过这段行情以后 我发现 现在已经有了 有很多个人投资者 就是现在 只要盯着一些行业的ETF 可能就可以做得很好 这个确实是 小吴对这一块的 把我们再梳理一下 我们说新老基建之中的 那些相关的行业 梳理一下 你觉得这些行业里面 现在有哪些东西 是可以适当的 大家阶段性的 我们也不能说像科技一样 看很久 我觉得看个一个月 看到三月底 甚至四月初 我们来看看 怎么看 其实大家对于新基建 传统上的一个定义 就是在我们的一个脑海当中 因为新基建 其实并不是说 一个新的一个名词 它从2018年 可以说第四季度开始 已经深深地印在整个 我们说资本市场 二级市场的一个脑海当中了 也是经过了19年一季度 非常疯狂的这样一个操作 所以新基建 大家心里面基本上有一个数 最重要的新基建 就是围绕着云计算和5G 相关展开的那些新基建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 云计算是新基建 5G是新基建 其他的似乎 并没有太多的这样一个 我们说范围上的一个扩容 但是新基建 其实不光是这样 除了投给5G和云计算 IDC这一方面的 这样一个资金之外 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块 关于民生方面的一个投资 其实今年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份 大家都知道 其实在这一块 上的一个增量会非常大 如果要我说的话 在整个的一个民生相关的 又能提高民生 又能提高整个经济发展的 这样一个速度的 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最重要的两块就是落在 一个是民生基建 另外一个就是旧改 旧改其实也是和民生 非常相关的 民生建设相关的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那些公共卫生 教育 文化 体育 这一块 它的量会非常大 特别是在公共卫生 因为我们知道 疫情出现之后 你会发现 明显这一块 是存在一定短板的 那么如果有短板 我们知道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 就是不短板 另外一块 需要不短板的 就是在整个旧改方面 因为我们之前 之前几年是旧改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一个领导人 其实在 应该来说 在一两月份的时候 其实针对于旧改 有一些新的表述 说过去几年 我们是大规模推进 这样一个盆改 那么今年开始 我们要大规模推进的 就是旧改 所以旧改这一块 应该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增量 它一个增量 大到什么样一个程度 现在按照官方的一个说法 是4万亿到5万亿 分5年进行一个实现 也就是说 每年下去的这样一个量 是8千亿到1万亿的 一个水平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不光是5G 5G确实能够带来 很大的一个增量 但是整体上来说 这一波5G的这样一个行情 大家预期打得都很饱满 因为我们知道 疫情之后 所有的都在线化 在线化之后 必然用到5G的应用 必然用到云计算 所以这些品种 都打得很高的位置 反倒是其他那些 和民生相关的 包括公共卫生 包括旧改 其实还趴在地上 这一块应该就是 未来政策上面 可以发力的方向 我觉得市场有时候 是对一些突发性的东西 它反应的会更激烈 小吴刚才说的 我印象很深 在本周初的时候 环保是有一个利好 环保说是 好像办公厅 有一个关于融资的利好 然后环保第二天 是纷纷涨停 到本周中的时候 这个5G和数据中心 也有个利好 对吧 也是高层出的 说要加快5G的建设 但第二天的走势 是5G的品种 绝大部分是冲高回落 你看在都是利好的情况之下 最后资金的选择 一个是就地拔起 一个是冲高回落 我想这个可能就是位置的不同 今天我们也给大家看了 带来两张图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这两张图 我们是在前一周当时就拿到 但今天我们就来谈这个切换 我们把它拿出来 这两张图一个大家看一下 右面的这张图是创业版 与上振宗旨的成交于超额收益的情况 也就是说在过去一段时间 黄颜色的这张创业版指数的 和上振宗旨的超额收益 那个价差达到的历史极限 注意是历史极限 左面的那张图 大家更明显的看到 是创业版换手率及历史分位数 也接近最高位 什么意思呢 就是现在有人说 创业版的估值和15年是不能比 那我们也同意 15年140倍 现在大概有各种各样算法 60倍70倍的 80倍的都有 但肯定没到 但是如果从换手率来看 就是这个交易的拥挤程度来看 好像接近峰值 所以它虽然估值没那么高 但是大家的拥挤度已经很高 就所有人都已经挤进去了 那要再涨就要有更多的人挤进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想这两张图也告诉我们 这两周的切换也好 我更愿意用均衡两个字来说 就是适当的大家都收敛一点 你不能拉得越拉越开 这个水总是从高往低去流 所以我想我们这期节目最后是说切换 刚才无论是两位嘉宾都说了嘛 无论从哪个行业来看 更多的至少会有一个阶段性 那么我想最后很多人可能会问 如果已经在这些车上的人 这些东西它最后的这个落脚点 比如说最近的很多利好兑现 科技股反而是冲高回落 那么是不是它的最后的这个兑现点 或者时间点上老爷有没有把握 我觉得对于高科技的股票来说 其实正像刚才这两张图所展示的 短期的一个超额收益 已经是非常大了 对 所以由于短期的一个超额收益 非常大的一个背景之下 最近这段时间高换手出现 说明这个市场已经开始 这个观点已经开始碰撞了 高换手有人进学有人出来 大家只看到天亮 应该也要想到有很多人出来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筹码已经在高位出现了一个松动 如果说这个时候有利好的话 它往上一跳 原来犹豫不决不想抛的人 就会在高位产生一个对线的一个冲动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如果你手上的这个板块 有行业性的一个利好出来的话 那恐怕是一个高抛的一个机会 科技类的 对 科技类的 但是相反一些低位的 实际上这张图倒过来 就是应该是上阵子出 全中国的现在落后的一个位置 那么它由于是一个落后的位置 如果这个时候有利好 哪怕是地方性的 有些规划等等出来的话 那对它来说 那恐怕是一个买入的一个机会 对 我觉得这个至少说明一点 就市场里面的人气还是蛮旺的 对 出来的人他不是马上就说 不像不像一七八年就撤了 我不玩了 现在每天还是有保持一万亿左右的成交量 出来的人只要找方向去 出来还是找机会 所以如果那些低位的东西 原来我们的预期可能低位的东西 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修复 也许从高位流出来的水 加着加着大家觉得赚钱相应也不错 说不定也会冒一些泡 小吴这两块怎么看 我觉得首先 特别是一些高位的品种 一定要小心了 因为确实交易太过拥挤 对 另外的话 现在的整个创业板的一个 我们说它的一个估值水平 我觉得并不能说代表整体市场的一个水位 不是 其实你创业板只是一个成分股 对 如果你创业板宗值的话 其实整个市场的一个市盈率水平 已经是非常高 非常高 已经是非常接近于2015年那个高峰时候 对 就是一百多倍 对 就已经是一百多倍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一波如果创业板后续有调整 调下来 之后如果还要再涨 还是靠那些成分股 对 所以如果是这样看的话 大家也要明白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交易太过拥挤的地方 暂时来说还是要小心为主 因为特别是在牛市比较火热 比较狂热的这样一个阶段 其实反倒容易出现一定的亏钱效应 所以这点要需要小心 另外一部分就是 现在还处在挖地当中的那一部分 新基建 就是不是处在 我们说和科技相关度 这么紧密的那批新基建 其实它的一个性价比也好 它整体的一个位置估值 包括未来业绩的兑现的可能性 对 其实总体上来说 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挖地了 对 所以这时候应该是做一个 至少仓位上的这样一个均衡吧 均衡 我觉得今天我们聊这一块 我想有几点确立 一个就是 无论切不切 挖地的东西 应该会有个修复效应 那如果挖地的相关品种 是有政策性效应的 可能它修复的速度会快一点 这一轮行情很多人说 因为低利率环境 大水漫贯 因为载融资注册制 等等利好 但我听下来 这些利好 其实对大部分的企业和行业 都是存在的 那么这里面 看估值的水位的问题 可能大家考虑的时候 现在来看 适当地往低地去看一看 刚才小吴也提到 如果科技的下来 那自然我想下半年还有机会 那如果不下来 你要再上去 那就是2015年 春节后的那种 那就是勇敢者的游戏 所以大家此时呢 我想适当地 理性一些 保守一些 也许说不定会有些惊喜 本期的财富大餐就到这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风味信箱 进入本期的风味信箱 你看本期我们很多的问题 就是相关这个老基建的了 当然我觉得老基建里面 也有传统的 也有性感的 我们先聊一下 这个很多人问的环保 我觉得环保应该算是 老基建里面比较性感的品种 因为它还是有很多的 想象力的 你说它算是老的吧 它还有很多技术 我们说无论是 这一次的依费处理 还是很多的污水处理 固费处理 其实它还是有技术的成分 本周的环保 应该说是行业指数 绝对领先 当然里面有政策 环保怎么看 其实环保 我们要把它分成好几块来看 对 环保其实分的 还是蛮细的 分的还是蛮细的 现在市场当中 弹性最好的 一定是之前政治局会 当中提到的依费 依费处理 这块弹性是最好的 也是拒绝着大量的 这样一种短线的资金 这一块就是短线为主 另外的话 顾费这种 中长期来说非常稳定的 它的业绩就是 跟随产能进行波动的 像这类 基本上业绩就是一个名牌 所以它长期就是维持 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趋势 这样一种走势的 另外的话就是弹性最大的 就是我们以前 可能是在上一波 就2018年之后 受损最为严重的一批企业 包括园林 包括污水处理 对 环保我看到了 很多企业 这个18年到甚至19年 全年都是趴着 是 基本上跌得一塌糊涂 从高点下来 百分之七八十已经跌掉了 对 所以趴在地板上 对 这时候有一些刺激政策 可能对他们有非常有利 那么经过了一个 非常长时间的一个下跌 你会发现 其实在2018年 2019年 整个环保板块 它有一些非常大的事件出现 2018年2019年 这两个年度当中 其实被国资 被央企入主的 或者是入股的 整体的一个上市公司 你如果去看他们构成的话 一块主要是集中在电子行业 18年受损很严重 另外一块就是集中在环保领域 电子行业基本上都在天上 对 剩下的就是环保行业 很多可能央企入股的 它现在还套着 对 当时小吴这一块 我想起来 就是当时我们也觉得 就是大量的央企国企 去入股了当时的环保 我们当时也开玩笑 我说这些活还是要人干的 无论是污水处理 还是园林工程 你主要是干活的 只是它没钱了 公司治理有问题 那么央企国企进去 至少进去了那些公司 从目前来看 都已经度过最困难的时期 而且有部分好像 我看到四季度的业绩 有所翻转 是 确实如果你背靠一个 相对来说实力比较强劲的 这样一个央企 或者是国资的话 其实你在整个业务的开展上 你在整个信用的一个评级方面 其实都会比较有利 另外的话 现在整个利率是越走越低 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他们高杠杆的 这种经营模式来说 确实会比较有利 如果未来有项目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专项债当中 有很大的一块比例 是拨给了环保这样一个领域 从一月份开始 你可以看到 整个的一个专项债 当中有一块很大的份额 是给到环保 这在2019年是没有看到的 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看的话 环保只要有活干 那你资金成本相对来说 还是走低的 有活干 可能业绩上的弹性 就会释放出来 所以整个环保 如果要看中期弹性的话 可能就是前期那批 最受损的品种 我觉得小欧把环保 几个都罗列了一下 我觉得环保 我们之前也在看 大家去看看那些公司 一 趴在地上 二 有股权上的 比较大的动作的 三 就是拿到新的订单 那说明终于要站起来了 1819年是一瘸一拐 现在要站起来 那么环保又有一些 和老基金里面比相对的 有一些弹性 我觉得最近好像明显的有资金 大量的涌入的迹象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那另一块呢 大家问的比较多的是地产 地产我觉得算是和环保比 它就没那么性感 而且地产总是在不同的声音之中 缓慢地上涨 其实地产我看这一波 也走得还可以 但是每次一涨 大家脑子里面就浮现出 房租不炒那四个字 老员这块怎么看 其实正是因为脑子当中 有房租不炒这几个字 所以很多老股民 或者说股市当中 对房地产都瞧不起 但我觉得它是对政策 是片面理解 片面理解 政策的完整表述 应该是房租不炒 一层一侧 阴陈思侧 阴陈思侧 对 所以近阶段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地区 在这方面是有稍微 微妙的松动 有微调的 好像有人说是偷偷的 有微调的 做了一些动作 那么刚才我们说 这个是瞧不上的一个原因 对 那么有些这个看不懂 为什么说对房地产看不懂 其实你撇去房地产 这三个字 你去看房地产的 一些龙头企业 它的适应率也好 适应率也好 无论你从哪个 估值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 都比较低 它应该都是一个 优质的一些 蓝筹股的一个形象 对对对 只是因为它戴了这顶帽子 好多人就觉得 这个东西就不应该炒 对 所以我觉得是片面理解 那么实际上回到 这个房租不炒的一个角度来说 其实不炒指的是房价 对 房价是不允许炒 比如说原来是 一万块一个平方的 那么明年是一万零五百 那我这想 我认为这不算炒作 对 那么这个是允许的 另外还有对房地产企业来说 比如说我去年开发是一百万方 明年还是一百万方 还是一百万方以下呢 显然不是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 房地产企业 每年增量是很大的 对我看这家龙头的企业 去年都是每年百分之二十以上的主营利用收入 如果说我们刚才说的是房租不炒 是指的是房价 那么它的一个房地产的业务还是在发展 对 其实房价对房地产商的影响也没那么大 因为它是拿了地皮造房价 所以它的业绩还是在增长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恐怕未来会有一次报复性的一个机会 让你跟不上 老人说的是报复性的机会 我觉得房地产可能和环保有点像 比较像的就是也有两年的时间趴在下面 确实一些龙头的企业 我看了大概有至少有一年 都是双二十增速 就是主营业务收入增长二十 净利润增长二十 就是在不断的治营身中 包括我们说的比如说龙头的万科 一直说我要活下去 白银时代 但是拿出来的报表像活得还不错的样子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确实很多的估值可能随着流动性的 慢慢慢慢的涌入 可能会有些慢慢的抬升 我们也希望大家以一个理性的心态 拿到一些惊喜的收益 这可能是未来最好的 我们本期的风味信箱 我们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